好 我們中間呢 現在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面向 帶給您全面的報導 在招募新鞋的同時 我們也要帶您來看的是 我們的國際單元頻道了 在今天呢 我們的美中角力單元 有哪些重點內容 把時間交給真容 好 這一節的美中角力戰呢 我們先帶您來聚焦 阿里巴巴居然收到了天價罰單 大家都知道呢 阿里巴巴是大陸的這個商業 電商的龍頭嘛 不過呢 怎麼會收到 這麼大一筆的罰單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 大陸國家市場監控總局呢 昨天對阿里巴巴集團 在大陸境內的壟斷行為 祭出了這個罰單 罰單有多麼高額的這一筆金額呢 釋除以新台幣791億元 原因是呢 這個阿里巴巴他們說呢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被相關單位 依照反壟斷法來調查 這也是呢 大陸當局第一次正式 對反壟斷來出手 阿里巴巴現在有發出聲明的 說呢 會誠懇地接受財閥 大陸當局的理由啊 是說呢 阿里巴巴呢 因為對他們平台當中的店家 推出了所謂二選一的要求 也就是說呢 要求禁止平台內的店家 和其他競爭性的平台 有一些開店或是參與促銷的活動 而且呢 還藉由這種演算法跟大數據 等技術手段 對這一些違規的店家 採取多種獎程措施 不過其實呢 大陸的相關單位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也對騰訊 還有百度跟滴滴打車 這些科技大咖來進行調查 那麼現在市場上呢 就盛傳說 會不會騰訊 也會是下一個呢 可能被祭出高額發單的這個 產業呢 因為呢 也是根據這個反壟斷法 好 接下來看到了 今年呢 是中國大陸跟美國 乒乓外交的50週年 對兩國來說是有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的意義喔 那要帶您來進一步了解 什麼是乒乓外交喔 這個外交詞彙呢 其實過去啊 就說這個乒乓球 是中美之間的友好象徵之一 而且呢 也在中美關係上 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要回顧到的是1971年的時候 當時呢 大陸跟美國桌球代表隊 有一系列的互訪這樣的事件 其實呢 如果說官方之間呢 是比較冷冰冰 但是呢民間的像是一些體育啦 或者是藝文的活動的互訪 也可以促成 兩國之間的一些建交的契機 不過現在大陸駐美大使 崔天凱就說了 雖然說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的50年 不過很遺憾 他一有所指喔 他說美國呢 現在 還是有一些人的意識形態很偏差 而且是有這種零和思維 所以他喊話美國 要趕快搬掉阻礙兩國 人文交流的絆腳石 那崔天凱也有說了 之前呢跟習近平還有拜登在通話的時候呢 就說呢中美合作是有利於世界的決定 不過如果不合作的話 互相對抗的話是對全球來講 是個蠻大的災難 似乎呢也是想要趁著這個時機 來跟華府來喊話 好現在美中角力戰啊 其實呢在南海這裡是進一步的升級了 美軍呢之前是釋出的照片是顯示說 在東海長江出口這邊有一艘軍艦 是他們美軍的馬斯廷號驅逐艦 跟另外一艘的軍艦來並排而行 不過現在呢大家都在猜說 另外一艘的軍艦到底是哪一艘呢 好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現在證實了 這一艘跟馬斯廷號並排而行的軍艦呢 就是大陸的遼寧號 雖然說呢雙方是有保持一段的距離的 但是當時解放軍的發言人說呢 這遼寧號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台海這附近 在進行例行性的訓練 但是呢當然也讓這個台海局勢 再度的緊張 而且現在呢更有消息傳出說 解放軍呢即將派出山東艦跟遼寧艦 要組成第一個雙航母的編隊 要進行公開的演習 當然就是要展現解放軍的軍力 不過除此之外 其實在吊島這邊的情勢也是蠻緊張的 因為呢日本也想跟美國來聯手 要解決的就是這個爭議不斷的 釣魚台海域的問題了 好這是日本的航空自衛隊跟美軍 8號的時候呢也是在東海上空 來實施聯合防空戰鬥訓練 但當時呢他們是出動了這種逆踪機 還有空中預警機跟加油機等等 目的呢當然是說要強化同盟來 嚇阻跟反應的能力 而現在日本的產經新聞就說了 其實呢他們雖然說呢是要強化同盟 但是重點當然是要試圖來牽制大陸了 因為呢大陸日前是實施海警法 他們授權這個海警船必要的時候動用武力 也被說可能就是衝著吊島而來 不過日本現在又反擊了 因為自民黨呢是準備要提出一個海上保安廳法的修正案 也說呢要放寬海上保安廳的武器使用限制 那麼呢如果雙方都放寬這種武器的使用限制的話 這個爭議海域也是充滿的煙消味 而現在學者分析啊中美關係惡化 釣魚台呢恐怕會發生意外 引爆衝突的可能性也會大大的提高了 不過再來看到我們台灣 台灣呢夾在這兩大國之間 這處境也是蠻尷尬蠻敏感的 好昨天呢我們說到這個美國國務院9號的時候 是有公佈最新的對台交往準則 這新的準則就說了 美台官員呢可以朝到對方的官署來拜會洽公 那美方官員也可以參加雙向員的活動 不過現在學者就分析了 其實呢美方呢現在是在大打文字遊戲 在這個一中的框架一中的政策之下 維持著台美非官方的關係 那大陸的學者就說了 華府呢現在是在用切香腸的方式 來試探北京的底線 因為呢美方明明就知道 北京的底線就是這麼的強硬 沒有辦法這個愉悅的 但是卻採用這種比較狡猾 比較模糊的方式 就是要來試探北京的底線 因為說到這個官方跟非官方 其實就是因人而異嘛 他們的差別就是一張紙而已 那美方呢采用這種矛盾的措辭 來進行包裝 實質的狀況也就是自己 說了算自己才知道喔 但現在呢我們說到這中美關係緊張 雙方的高層呢 上個月不是在阿拉斯加會談 但是呢上一種互嗆的戲嘛 不慌而散嘛 不過現在雙方的高官可能再度同台喔 美國的氣候特使柯瑞 他預計在這一週的時候 要訪問大陸上海 因為美國即將在22號跟23號 舉辦線上的地球日高峰會 那訪問大陸是柯瑞亞洲型的一部分的行程 華盛頓郵報就報導了 柯瑞呢計畫是在上海 會晤大陸的氣候特使謝正華 不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還沒有證實這一個大陸型 那大陸的外交部 也還沒有做出相關的回應 但接著帶您來看到了 除了呢這台海情勢很緊張 還有一個地方也值得關注 就是緬甸 緬甸現在局勢不斷的惡化 那麼軍方的手段也再度的升級 居然是用步槍用榴彈 就這樣朝著手無寸鐵之力的平民發射 現在至少有80個人因此被炸死 而且還傳出說 緬甸軍方大量的把屍體全部帶走 不讓家屬給指認 現在呢到場採訪的CNN記者 也看不下去了說呢 軍方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 更呢這秀出這影片啊 這影片是什麼呢 是關於軍警濫殺無辜的影片 公諸於是就是要軍方給個交代 緬甸平民透過窗戶縫隙 不敢發出聲響 接上一群軍警手持火箭筒等 強大武器逛大街 仰光示威之火燒向東北方約90公里出 另一大城博護 傳出軍方以步槍用榴彈朝平民發射 炸死至少80人 還有人冒險拍下軍警將屍體拖到一處巷弄 似乎在討論怎麼處理 有人捕捉到示威者遺體在深夜中被悄悄抬上軍車 傳出軍方準備集中管理大量遺體 讓家屬無法指認 隨著軍方試圖封鎖消息 也越來越多抗爭者和公民記者 在身上裝GoPro的隨身記錄器 哪怕到了犧牲的耐克 也要把過程完整攻諸於世 緬甸軍方發言人邵米通 卻如睜眼說瞎話 表示示威正在減少 國家正在恢復正常 CNN記者聽不下去 CNN記者鏡頭前秀出手無寸鐵示威者遭濫殺的影片 只見尚米通臉不紅氣不喘 緬甸軍方海話示威者乖乖合作 還承諾兩年內舉辦大選 但對比染血的街道 緬甸人早視軍方為地獄來的撒旦 記者劉家報導